电视广播公布 渴皇陈国强次任董事局主席及非执行董事 变动会在下个月4日生效 而陈国强也同时会释受手上的TVB股份 通告提到电视广播大股东 Yan Lion Holdings股权重组 陈国强有意释受他Yan Lion的持股 就有关出售也已经签署了有条件的买卖协议 但交易仍然要获得通常事务管理局批准 换言之 今次建议交易完成之后 陈国强将不再持有TVB任何股份权益 Yan Lion现在是电视广播的大股东 持股比例有两成六 当中陈国强持有Yan Lion6%的股份 陈国强在2011年4月 获委任为电视广播非执行董事 再在2015年1月成为董事局主席 及董事局行政委员会主席 至于集团红圣总裁李保安 在接受东网查询时候就表示 陈国强在星期二晚签订出售股份协议 买家身份暂时未获得他的授权 所以不能对外公开 公司会为新买家向通常事务管理局申请 成为公司主要股东 华批之后外界自然会知道新买家的身份 东网记者王永远不斗